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故发生后 道路清扫车的司机进行了报警 由于事故发生在京港澳高速 河北高速交警总队 邯郸支队 瓷县大队管辖路段内 瓷县大队的民警立即赶往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辆白色的托苏勒小轿车 大概在这个位置 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初步勘察 直观上看 这起交通事故并不复杂 这是一起在最左侧行车道发生的一个起追尾事故 民警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白色轿车在发生碰撞前有任何的刹车痕迹 结合现场勘察情况和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 交警对清扫车司机进行了询问 最终得出了事故结论 白色特色轿轿车在遇到前方正在施工作业的这个道路清扫作业车 没有采取任何的紧急制动和躲避措施 直接与其相撞 发生追尾事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